今天我们在谈在社会层面的这样一个安吉丽娜朱莉效应 其实这种效应呢也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除了自己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个身份之外 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她还有另一重身份 就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 而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安吉丽娜朱莉做得非常好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她到访过三十多个国家 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去积极的参与人道主义活动 而且在这个领域 安吉丽娜朱莉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号召力 举一个例子 2005年的时候 她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所孤儿院里 领养了一名埃塞俄比亚的女婴 那么在那之后呢 美国人领养埃塞俄比亚的孤儿 为这些孩子要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样一个比例增加了一倍 这只是例子之一 所以2009年的时候 美国福布斯杂志 曾经发布了当年度的 世界百味最具影响力名人排行榜 那一次 安吉丽娜朱莉荣登榜首 2013年5月15号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公开赞赏朱莉勇敢接受手术 并对外公开 2013年4月11号 八国集团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 一席黑衣的朱莉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特使出席了会议 发表了关于打击战乱地区对妇女和儿童进行性暴力的演说 此前她与英国外长黑格曾多次前往非洲地区考察 电影《古墓丽影》是朱莉演艺事业的重要转折 《古墓丽影》改编自电脑游戏 在游戏迷新中 胸围的大小是判断是否与原版劳拉相似的标准之一 而拥有傲人身材的朱莉则恰好符合这一标准 劳拉这一角色拉开了朱莉演艺生涯的辉煌序幕 也成为她与慈善结缘的重要奇迹 2001年《古墓丽影》在柬埔寨拍摄时 朱莉与联合国难民署取得联系 希望了解这里需要什么帮助 这一年8月27号 朱莉正式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从那时起 她的足迹就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 包括最贫困和最危险的地区 2005年朱莉跟随经济学家 杰弗里萨克斯博士前往肯尼亚西部 一个偏远村庄访问 并拍摄了纪录片 安吉丽娜朱莉和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 非洲访问日记 2006年6月20号 世界难民日这天 朱莉宣布将把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慈善捐款 用于人道主义救助 并与布拉德皮特成立 朱莉皮特基金会 2007年 倡导民间外交的朱莉 又顺利成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员 2012年4月17号 安吉丽娜朱莉 被任命为联合国难民署特使 开始参与外交层面的工作 她认为 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 美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2001年开始 做亲善大使到现在 朱莉已经做了12年的慈善 她依然频繁地 往返于繁华的都市 和贫困的难民营 乐此不疲 我认为 每个人需要 一种意义的意义 一种意义 我曾经工作在电影 或做事 我试图的专业 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 所以 所以當然有一個空間